现在很多外国人都很喜欢到中国来游玩,而且还有的外国人超级喜欢我们中国的食物和生活方式,毅然决然的选择就在了中国,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位来自巴基斯坦的外国游客。 其实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一直都是很好的,早在中国建国之初,巴基斯坦就选择了和中国建交,两国不离不弃,风雨通舟几十年,巴基斯坦和中国人更是有了浓厚的感情。 就在中国发生汶川地震的时候,巴基斯坦向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,为中国捐住了全部的帐篷,所以一直以来,只要是从巴基斯坦来的游客,都会受到中国人民的热情款待。 中国的发现吸引力无数的外国游客,那么作为中国的兄弟巴基斯坦,更是应该来我们中国走一走,看一看了,于是一位从巴基斯坦来到中国旅游,的游客遭遇了尴尬的一幕。 他应该是第一次来到中国,不太清楚中国的物价,身上来的钱也不太够,没想到自己吃了一顿饭以后,连家都回不去了。 那么这个来自巴基斯坦的游客,到底发生了什么呢? 巴基斯坦的游客是这样说的,我是第一次来到中国,可是没想到在中国旅游这么贵,我现在身上的钱就只够吃一顿饭,连住宿和乘车都不够。 不能满足了,这个话传进了中国老板的耳朵里,直接就把这顿饭给碾干了,并且还给这位有人买了回去的机票,顺利的把它送到了机场。 就在临别之际,外国有人表示自己很感动,并用了自己一个拥抱的方式来表达了自己的感谢。 出门在外,其实钱是很重要的,但是在自己遇到困难时,有人愿意帮助你摆脱困境也是很重要的。 我们要谢谢每一个帮助自己的人,在这里我们也要为这个中国老板,是他的付出让巴基斯坦和中国的感情越来越深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